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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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报道末日的灾难 我们在外国 媒体里面都常常看到 那么再看看现前的社会状况 从卫星电视 网络 每一天传来的讯息 无不时再变 局势之人 无论富贵平坚 身一心都不安 生活在恐怖之中 我们想想 这过的是什么日子 古王进来 在历史上 找不到像今天这样的乱世 古代有一个地方动乱 还有地方可以躲避 现在由于科学技术的发达 没有地方可以躲藏 找不到避难的出所了 有些人说灾难来了 到哪里去呢 住到地底下去 如果有个大地震了怎么办呢 地底下也会不安全啊 地下未必比地上安全啊 没有路可走啊 所以往年 台中黎炳南老爵士 往生前一天 告诉他身边的学生说 这个世界呢 有大灾难 祝福菩萨 神仙来降世都救不了 我们细心想想想 李老师这个话 再看看台湾现在的局面 真的被他老人家讲中了 神仙佛菩萨来都救不了啊 他告诉我们这些学生 唯一的一条生路 老师念佛求生净土 李老师这个话 可以教导全世界苦难众生 真的到了这个局面了 我过去也曾经有一些 媒体来访问过 我也给他们说 今天能够挽救世间灾难的 是什么人呢 我们在此里读到 威光仆胜主善神 这个世界上哪一个是 威光仆胜 他能够就把全世界苦难众生 他有能力化解这个解难 这个人是什么人 国家领导人 他能够改变政策 能够改变他的想法 做法 不要再顾自己国家的利益 如果任何一个政策 考虑 符不符合我自己国家的利益 这个考虑 这个考量不行 不能挽救众生的劫难 应当怎么考量呢 这个政策符不符合 全世界全人类的利益 要替别的国家想 要替别的族群想 要替一切不同文化的 不同宗教的人群去想 信量大了 有一个国家领袖 这样的来提倡 我相信 许许多多国家领袖啊 都会有回应 你会得到全世界人民的拥护 这是大为得者 他们就是啊 美国是一个大国 可是我们常常在资讯里面看到 他们一个政策 投一句话 符不符合美国人的利益 如果他能改一下 符不符合全世界人类的利益 美国是世界人领袖 那提起美国领导人 哪一个不符啊 哪一个不尊重爱戴啊 如果说只符合美国利益 我们别的国家人听到韩兴呢 符合他的利益 不符合我的利益 我们听到这个话 韩兴悲哀呀 在这一念之间啊 另外还有一种人呢 也是卫光莆盛 神大神的 是什么人呢 主导媒体的 这个人 传播公司的老板啊 啊 他用卫星 电视 传播 用 网记 网络 来传播 啊 24小时 不间断的 弘扬 弘扬正法 普遍的 苦从 迷惑 迷惑 电倒 由于 迷惑 电倒 产生了许多 错误的想法 错误的看法 错误的 说法 错误的 做法 这种 苦从 这来的啊 它的根源 总不外乎 自己的利益 我们齐心动力 符不符合 我的利益 符不符合 我家的利益 符不符合 我公司的利益 这不得了啊 我的利益 跟他的利益 不相同 就起冲突 冲突不能化解 决定变成斗争 最后变成战争 今天 由于科技发达 交通便捷 很多人都说 地球已经变成一个村了 地球村了 这是一个 好的观念 既然晓得 我们共同生活 在这个村 我们这个村 要互相团结 要互相尊重 要互相爱护 互助 互助 假如我们共同住在这个村庄 我们彼此对立 你想想 还得有平安吗 还会有好日子过吗 真正在这个地球上 生存的人 要求 决定要互相尊重 不可以 不可以歧视 要互相敬爱 不可以敌对 要互相信赖 不可以怀疑 要互足 这个世界是美好的 这个界运会化解 把世界末日变成世界繁荣新奇的一个节日 所以 关键 就在一切众生 撮迷 这一念之差了 主导媒体的人呢 是威光 普圣 罢神 看他把这个世界往哪一个地方去导向 他要导向幸福和平 他是佛菩萨 他是真神 他要导向世界毁灭 那他是魔王 他是阿修罗 是罗刹 他来毁灭这个世界 这一桩事情 我在 大概说起来 总在三十多年前 台湾政府 提倡 复兴中国文化的时候 复兴中华文化 搞这个运动 有一天 教育部有三个官员 去访问方东梅先生 那一天正好我也在做 我听他们这三位官员 向方老师请教 政府现在提倡这个复兴中华文化的运动 问方老师有什么意见 能够帮助他们 方老师听了之后 态度非常严肃 至少有五分钟 一句话不说 过了五分钟之后 方先生开口说 有 第一呢 要把台湾的电视台关闭 电台也要关闭 报纸杂志一律停刊 这些官员听都呆了 这老师这做不到啊 方老师随着就借着说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天天在破坏中华文化 你要不把破坏中华文化的东西 彻底掺除 要想复兴 办不到啊 我听了方老师的话 那真叫一针皆血 然后方先生说 这个媒体是好的 他没有罪啊 电视 无线电广播没有罪啊 报纸杂志也没有罪啊 罪在什么 内容啊 你里面内容是什么 跟中国固有文化 180度的相违背 这么好的工具 你们不好好的利用 现在电视广播节目叫人什么 叫人啥道淫妄啊 叫人无恶不作 今天社会自设其国 灾难从哪来的 灾难从这里来的嘛 这是灾难的根源嘛 最后 他们将要离开的时候 方先生非常慎重啊 提出一个警告 美国是世界上第一大国 将来美国怎么灭亡的呢 美国亡国的第一个因素 在电视 他交代台湾这些官员 你们要小心 台湾电视的内容 还没有遭到美国那种样子 现在已经慢慢变坏了 方先生的话说对了 三十年前提出警告 现在台湾电视的节目 跟美国相比 由过之而无不及啊 赶上美国了 简直不能看啊 不但是综艺节目不能看 广告不能看 连新闻都不能看 方先生如果还活在今天呢 我不知道他的日子怎么过了 媒体能毁灭世界 也能挽救世界 这一节的经文 我就讲到此地 意思诸位应该可以明了了 再看第八句 威蜜光伦诸山神 得引教法光明 显示一切如来功德 谢他们 威蜜光伦呢 菩萨这个德号 含义很深啊 从德号里面 我们体会到 菩萨对于众生 那种慈悲 那样的爱心 智慧 善巧方便 他来推动 正法 言教法 光明显示一切如来功德 这句话 我们要问 怎样显示一切如来功德呢 一切如来功德 主要晓得 就是一切众生 自信本具的功德 如来再绝不迷啊 他的功德通通现前啊 众生虽有如来藏啊 迷而不觉 所以 为你 善神啊 他不辞辛劳啊 为我们 演员教 也是表演 一身作词 示范给我们看 做出榜样来 跟我们看 让我们 见闻 就知 就觉悟了 他所实现的是什么 一切如来功德 如果在 经教上来讲呢 就是这一部 大方广佛 华严谨 这样讲 大家容易明白了 把大方广佛 华严谨所讲的道理 所说的方法 所说的境界 我们完全落实 他的道理变成我们的思想 见解 经中所有的教诲 变成我们的生活行为 经中所讲的美好境界 变成我们自己的享受 全部落实 这是 未灭光神的 演员教啊 佛在这个经里面 这部经大 经文场 说的 离根寺 非常的细密 所以他得好讲 微灭 无所不包啊 真的是包罗万象啊 像我们现前社会 像一个大学 完全的大学 各种科系 无所不拘 说实在话 华严谨上所开的法门 比现在全世界大学的 所有科系集中起来 还要多 世间学校 学不到的东西 应有尽有啊 从过人日常生活 到团结 全世界的族群 宗教 国家 共同过 幸福 美满的生活 这些道理方法 尽在其中啊 我跟方东北先生 学这些学的时候 方老师 对于华严谨 赞叹 被指 他说 这是全世界 最好的 一部 这修改论 告诉我 修养佛法 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 他爹 万林 听一听 读诵华严 在学校里面讲课 他开华严 这修 万林在 富人大学 博士班 开华严 这修 对于这一部经典 真的是 无体投地 推崇被制 所以我等于说是 一接触 佛法了 就接受这个 方老师的影响 在一切经论里头 对华严有特别好感 有特别的喜爱 我也算是 很对得起他 我跟着他的脚步啊 也深入 这部大经 让这部大经 我们说 前而言之呢 直到 我对于 宇宙人生的 想法 看法 直到 我这一生呢 如何去生活 深一层家呢 如何把华严境界 变成自己 实际的境界 这是 我们修学 努力的方向啊 这个才是 方先生所讲的 人生最高的享受啊 于事出世界 一切事 一切理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问题 陈现在面前 轻而易举 就化解了 念念行行 教导一切众赛 去疾避凶啊 改往修来啊 断我修善 破灭开悟 无认 对一切不同根性的众生 这个经历里头 统统讲到 如来 公德 是自信公德 加上一切 这个意思 很深啊 这个一切怎么讲话呢 一切是说 过去如来 现在如来 未来如来 慈戒如来 他方如来 我这几句话 主要听懂了 你就明了了 虚恐法界 一阵庄严呢 全都包括在其中 一个都没落掉 静虚恐变法界 这个大乘佛话里面常讲啊 横变射方 数穷三起 现代人讲的时空 时间跟空间 时间过去 现在未来 空间周变射方 全都包括在其中 一个也没落掉 如来 是讲的自信啊 诚信的功德 诚信公德 谦而言之 谦而言之 随身自然 坚别 人为的创造 人为的创造 如果跟自然相违背了 灾难就来了 人为的创造 要跟自然 要跟自然 获一了 福德就来了 不是灾难 福德就来了 哪些是自然呢 就是地球这块大地 凡是生在地球上的众生 我不说是人 众生 大家共有的 我可以在这个地上行走 柴狼虎豹 也能在这个地上行走 蚂蚁昆虫 也能在这行走 共有的嘛 我要把它创一块地 这是我的 这个不符合自然 这是人为的 不符合自然 你创一块 他创一块 边界当中就有冲突了 就产生矛盾了 觉悟的人呢 我创一块 你创一块 我们彼此都觉悟 虽然居住在这块 彼此都相通 你到我这来 欢迎 我到你这去 也欢迎 没有冲突 这就是人为 福和自然 如果守住这个 不准别人 进入我的边界 这是不符合自然 违背了自然 现在地球 变成地球村了 这一个村里面 住的这几家人 每一个家 化成自己的圈圈 彼此互相 不相容 这个村要造反 天翻地覆 如果 如果 我们是一村人 我们要互相照顾 我们要互助 要互相尊重 我尊重你 你尊重我 我虽然有个家 你到我家来欢迎 真正做到 路不顺一 夜不避户 能不能做到 能做到 这个世界都美好呢 虽有界限 并不知主 这个就是 人为跟自然 相互了 毁了 如果人为跟自然 相违背了 不能相互了 灾难就陷去 说实在话 今天地球 不是一个村 说实在讲 是一个家庭 全世界一切众生 一家人 一家人 哪能不照顾呢 一家人 还有什么分别呢 一家人 还要打什么架呢 我在讲经的时候 说过很多很多次 我现在已经完全退役了 我什么也不在乎 我也不怕死 我讲真话 美国人打韩战 我听说 他们统计的数字 花了八个亿 花这么多钱 问题未解决 解下了冤仇 不能解决问题 如果当时 把这个八个亿 无条件的 帮助南北约 问题解决了 为什么 我的邻居吗 我的家人吗 问题马上解决 韩国全国人民 对美国感恩戴德 这真正解决问题 战争不能解决问题 越战 打了二十多年 听说化疗 韩战十倍 八十亿美金 也要接下来冤仇 不能解决问题 这八十亿美云 要是远筑南北约 远筑东南亚的 这些小国 美国是世界上 真正的领袖 美国是全世界人的恩人 哪一个提到美国 不感恩戴德 美国人民 到任何地方去旅游 一定受到最尊重的待遇 最高的 肯定的嘛 你不是恩惠嘛 所以我常说 美国不要做警察 要做圣诞老人 警察 很威武 你看看小朋友 看到警察 都吓得躲起来了 怕你呀 不服你呀 圣诞老人来了 躲在房间的小朋友 赶快出来 去清静圣诞老人 中国古宴就说得好 冤家一劫不一劫 领导世界上的人民 要帮助他们化解问题 要帮助他们解决困难 这是中国古圣先王讲的 行人阵 一个大国世界联袖 齐心动力 一定是符合全世界 全人类的利益 不可以说 符合我美国的利益 那你跟全世界对立了 你不是世界领导人 你可以这样说 如果你是世界领导人 你就不能这样说法 你要给全世界人民 安定和平 给全世界人民 繁荣幸福 这个是中国人讲的 盛望啊 真正称得上大帝 神仙教会 这是如来公德 一切如来公德 请看第九句 我们要特别重视 重视他 梦中增长深刻 这很不可思议啊 清凉大师 在诸节里面 告诉我们 他说的话很好 若睡若霧 借令文法 敬行 四位佛业 这一句话 我们如何落实 在一个真正修行念佛的人来说 功夫要讲到精进 是日夜不能间断 老子讲得好啊 道也这不可虚于力 虚于是时间极短了 极短的时间 如果你离开到了 你就离了 你就错了 昼夜不离 真正有功夫的人 睡觉 梦中啊 也在念佛 梦中也在读经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现在我们做不到 为什么呢 我们的体力做不到 后一做不到 业障太重了 烦恼习气 造成业障啊 我们知道 色界天人了 不睡觉啊 欲界天人有 为什么 欲嘛 欲是五月 财色明时睡 欲界天人有睡眠 但是 但是 那个天的层次越高 他睡眠的时间越短 到色界天呢 欲断掉了 这个五种东西 他没有了 财色明时睡 这都没有了 他也不要吃东西了 他身体好啊 养分从哪里来呢 不要饮食 我们今天讲的是 我们的营养 要从饮食当中摄取 他养身体用什么呢 缠月为食 两章四起 一个是缠 一个是月 缠是什么呢 定啊 心清净 清净到极处啊 月是什么呢 欢喜 我们大臣经上常讲的 长生欢喜心 孔老夫子讲的 不宜悦乎 哦 这个好营养 我们世间人 谚语也所谓 也讲啊 人逢习四 精神爽啊 人在欢愿的时候 这个精神 就提起来了 所以缠月为食 有道理啊 他不需要饮食 从缠月当中 摄取到丰富的营养 这个营养 要用今天科学的话来说呢 吸收大自然的能量 他不需要从饮食上 来吸收 他有方法吸收大自然 空中的能量 这个用科学的话 讲得通啊 不是讲不通的 色界天人啊 以上啊 就不需要了 他们不需要睡眠了 我们不行 业障深重 我们如何修法呢 地形老和尚 教我们那套方法 谁用 老和尚教人念佛 一心一意念下去 念累了 你就休息 不要勉强 休息好了 借助再念 你看看 对你的身心 丝毫压力都没有 我过去在美国 采取这个方法 我把念佛堂 画风为三个区域 靠这个佛像当中 这个地区 拜佛 拜佛的人在这个地区 这个区域外面 绕佛 绕佛的区域 靠面边墙壁 直径的区域 您累了 想坐在那里休息一下 你可以在那边去打坐 三个区域 通通是自由的 没有人带 这个佛堂念佛 二十四小时不中断 你随时可以进去 随时可以出来 因为在美国 一般工作都很忙碌 不能给他定时间 定时间他有压力 他什么时候有空 什么时候到念佛堂来 进念佛堂 决定职语 不说话 不打招呼 你喜欢绕佛 你就跟绕佛的队伍 你喜欢拜佛 你就到佛像前面去礼拜 你喜欢直径 两边靠墙壁 面壁 面对着墙壁 为什么 绕佛的人 不会干扰你 如果面朝着外面的时候 绕佛人走在你面前 你会不会不安静 面对墙壁 绕佛在我背后 这个方法好啊 在美国许多道场 我把这个方法介绍 得到大众的欢迎 我们今天可以用这个方法来落实 经上讲的这个 实在讲呢 我们没有办法克服这个业障 这样经济不屑 这是真正在学佛了 真正在干佛的事情啊 但是经上说的这个故事很多 清凉大师在这个注节里头啊 引经句谍告诉我们 大音乐经上说 这引经上讲的 过去有佛 这个佛说法很奇怪 这个佛讲经说法呢 先叫大家睡觉 佛怎么个说法 佛在梦中跟他说法 令真善根 醒来的时候 他就得到果 我们没有遇到这尊佛 我们遇到这尊佛 那也许啊 他来教你 就先叫你睡大觉 梦中跟你说法 你就就你就开悟了 你就正果了 涅槃经上呢 也有类似的这样的故事 涅槃经上说 既然梦中建楼双槽 梦中建了个楼叉 这也是表啊 万发千梦啊 大梦之夜 必有大觉之名 这个意思也非常好 这个意思也非常好 真的会睡觉 真的会睡觉 睡觉都在用功 可惜 我们这世间人 入夜之后啊 昏睡不觉 那就没法子了 他们梦中还做佛事 朝里呢 把涅槃经里头这一句话 将涅槃经的原文 揭露下来了 这一句话 这个文里面是说 是在这个注解 注意自己可以去看 意思是这样 这个人在睡觉 做了梦 梦到罗刹 罗刹是卧鬼啊 这个卧鬼告诉他 你如果不发菩提心 我就要断你的命 就要你命 这个人恐怖啊 被逼到啊 真的要发菩提心的 我们 说到这一桩事情 想到真有这么一桩事情 发生在美国旧金山 甘归岁居死 他年龄并不大了 他不是做梦 他住的那个房子 鬼屋 每一天晚上 快到十二点的时候 鬼就出现 他告诉我 他说鬼来的时候 那个气味啊 奇臭无比 从来没有闻到个这个臭味 这个气味先闻到 鬼就出现了 走在他面前 要他命 是他过去身中的冤家对头 一定要杀他 彼得他说 一行一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声音念得很大了 那个鬼距离他了 他只有三尺远 不敢靠近 如果佛号停下了 鬼就又靠近了 大声念的时候 那个鬼就距离远一点了 念到天快亮的时候 鬼走了 鬼逼他念佛 他晚上不能睡觉 天天晚上这个样子 有很多人劝他 你赶快搬家 不要住在那里 他不 他说很好 这个鬼是我的增上缘 逼着我一行一意 认真念佛 这也是很勇敢的 很了不起 要是一般人 那不要说实际上 这你吓都吓死了 这是真的 不是吓的 干归学局司 听说在前几年 把工作辞职了 把工作辞掉了 出家了 现在在什么地方 我不晓得 我认识他 我认识他 他是 高中毕业的那一年 他参加台中 磁光大专 佛学讲座 我在讲座里头 认识他 那一年 他考取大学 所以 对于佛法呢 他有一些根基 也能够 也能够 将近 心地非常 纯厚 那么在那个时候 跟他母亲 在一起 他母亲 还在旧金山 兄弟姐妹 都在美国 那么这个 不是梦中 他是在清醒的时候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一位 这个 仆人 信见 诸山神 他这个方法 是一个很特殊的方法 方法 手段 不一样 方向 目标 是一个 都是 帮助众生 救啊 帮助众生 增长 善根 帮助众生 断我 修善 帮助众生 回头 神 人 在这个 遭遇里面 才会认真 反省 才会去 检讨自己的过失 真正 忏悔 改过 前途 才会有一些光明 这是我们应当 要警惕 要学习的 好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 下集 感谢观看